Hello, 我是師傅仔 今天我想用 After Effects 做一個 Cartoon Explosions 為什麼做一個 Cartoon Explosions 呢? 就是因為上次我們做過一個閃星星的效果 其實將這個 concept 擺一擺 我們可以做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很多時候小時候看 Cartoon 片 都是 On Tools 的 如果 Frame Rate 是 24 Frames 的時候 On Tools 就是說 每一個畫面是 Stay 2 格 2 格 2 格 實際上我們看到只有 12 個畫面 不過是拉長了, 做 24 Frames 我們可以看看這件事 但是我明白這些 Explosions 或者 Cartoon Explosions 在網絡上很容易找到 template 回來使用 但是... 看多一件事 去片 我們今天主要是想做這個效果 你看到的是 On Tools 呢? 這是很卡通的效果 好, 馬上試一下怎麼做 首先我們就去一個 New Com Explosions 就叫做 1920, 1080, 25 Frames Per Seconds 我給了 100 Frames 4 秒鐘 有些 Buffer 我們就做了一個底線 那一刻爆花爆出來的 先拿一支筆 勾一個爆花的形狀出來 先來把它打算 好, 等等 那... 那...我已經出現了 我們��退一退 讓它更漂亮 我們這裡做了一支筆 我們把Pivot放在這裏 OK 我們去Shapes 它的Transforms 的Skall 我們第一個... 給它Keyframe 第一个位置 0, 16 个 frame 我就去 100 那我就要去 graph 那里 我让它去得快点 但收得慢点 出回来 我们把 motion blur 在这里 将这个 shapes duplicate 一次 shape 2 我们放在 shape 1 的下面 放在 shape 1 下面 我们将scaling 移一移 6 个 frame 左右 然后我们去这个 content 加一个 merge path 这个 merge path 的 model 我们是subtract 我们再看看 因为我怕它subtract不完 我就将scale 放大一点 轻轻放大一点 有些位置 或者要盖一盖 这个位置 要盖一盖 遮一遮就行了 好 check check 应该没问题了 因为这个 edge 太过实正了 我就会加一个 plug in 进去 这个 plug in 就叫做 Rough and edge drag and drop 放下去之后 你看到 border 其实可以拥有 size 你可以自己做回合自己的 size 我想大约是这样 我们就是一个这样的 又是这样的爆开 做完这个了 我们之后就做回我们之前做过的闪星星 我们就画了一个圆形 我们就将它的 pivot 放在下面 OK 接着我们去这个 ellipse的 Transform Scaling 我们一开始给它一个 frame 然后Scaling 我们就拧开它 接着它到十个 frame的时候 我们把它放大 我先关掉这个 现在就是一个这样的效果 我们先把这个强度的强度的强度 我们先把强度的强度的强度 交一调度的强度 我也是刚才一样的 我 有个 ease in 但出来的强度是很快的 OK 那我们一样呢 又是把一个 motion blur 强度的强度 将这个 ellipse duplicate 一次 Ellipse 2 放在下面 Add一个 merge path 这个 merge path的 mode 是 Subtract 就减了它 但是我们呢 就要将这个 ellipse的 Scaling 用一用 1 2 3 4 5啦 5个 frame Offset 5个 frame 试一试 OK 最后这个 这个呢 轻轻放多一点 让它盖得完 Ellipse 1 又是一样了 我们就找这个 roughened edge 放下去 tweet tweet 给多一点 variation OK 那我们有一个 烟的效果 好 就开放爆这个 下面爆这个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位了 或者我想放在这里 放大一点 但是Rotation 轻轻放多一点 这样在这里爆的 然后就一路一路可以 duplicate 一路一路放 放对的位置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 offset 然后把它放在这里 然后把它放在这里 我们现在有一个 这样不好的效果 有一些位置 就不一定 offset 6个 frame 可以快慢 可以自己 调整的 这个 那我就试下 将这个 快一点 快一点消失 那就可以有不同的 variation 好了 我们就将这个 Explosions 我们做过的 东西 collapse finance 好 我们选择所有东西 做一个 precom 我们想做它 走on tools 我们就放多一个 plugin 在time posterize time 现在呢 写24个frame 我们现在 这个composition 其实我们正在 25个frame per second 那我们把它切开一半 行12.5个frame per second 那我们撞出来呢 就有一个 every second frame 这样的animation 这样就用了 on tools 就是这样 今天短短的 希望帮到大家 这个effect 其实可以把它再扭 可以做到很多不同的 那就要用大家的creativity 今天就这么多了 拜拜